2024年就有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就開始進行啟王賽跟海風杯 加入職業比賽的狀況 後來又發現這些騎士都沒有訓練 所以我們再加入訓練跟進隊隊的參與 這樣一路走來就是在做一個 整個台灣旗艦的一個整體的推動 一路走來至少現在有所見 看到一點生命力 就是說像希望我們可以達到這個 世界盃和村南盃的八強 我們騎士出去也不是隨便會輸 對他們都有威信 這就代表我們的歧力是普遍的提升 所以我們希望再繼續努力 要有更大的成就 我們並不覺得這件事是容易的事情 隨著這個社會的變遷 圍棋變成不是很多人都看 其實變成他一生的這個興趣 一定要觀眾要產業 要願意出錢出力來來促成這個事情 所以危機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回到這樣的榮景是我們想要的 但是要怎麼樣的方法達到這個東西 是需要再繼續努力的 謝謝你 其實我已經很痛快了 blossoms可以謝謝 你怎麼 看你的譬如今 為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